今天真的有點不太正常 對 因為今天都是在女兒國 長大的孩子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 何怡文幾姐妹 我們家是我跟我妹妹兩個 但是我有非常多的堂姐妹 跟表姐妹 這樣子 艾亞呢 我們家是三個女兒 但是呢 我的女兒 因為我爸爸從河北到台灣 所以我所有家族裡面 只有兩個堂弟 其他全部十幾二十個 都是女兒 UNA OK 我們家四個女生 四姐妹都女的 對 四姐妹 四千金 子萱你們家是 對 是四個女兒 一個兒子 所以我媽媽總共生五個 五個好多喔 現在生五個 我是老大 那很厲害耶 五熊不用問啊 五熊 我們家沒有五的 他不是五隻熊 他現在 開始要證明了嘛 對不對 對啊 希望人家叫蔡宜珍 對啊 那你們家幾個 三個女生 然後我一個媽媽 我們四個女生 然後狗 我們的狗也都是母狗 狗不算 家裡都養母狗 從小到大 OK 那今天難得 我老婆也來了 芽芽 她跟你芽芽長得很不像耶 怎麼不同款的耶 對 不同款 你口味變了 OK 那你們家怎麼樣 我們家四個 然後但是我爸爸這邊就是 總共我叔叔也是省兩個 姑姑也省一個 所以總共是有七個女生 台灣的這個 這個重男輕女 所以這個觀念還是很多的 我們要問一下 就是說家裡都是姊妹 生到第四胎 對不對 第一胎到第三胎是女生 然後第四胎是弟弟 第五個是女兒 第五個 弟弟之後還願意再生 有些人生到弟弟就不會再生耶 對 第五個是不小心的 就是我媽說她 她有說她要結紮 可是醫生縫起來之後 才跟她說 對不起 我忘了 什麼 是真的 是真的 後來就縫出了第五個才紮 我媽才結紮 這算醫療糾紛耶 多冒出一個 好 我第一個要先問的 請問你們的媽媽 有沒有跟你們分享過 她生了下你們這些女兒的心情 請翻牌 接連喔 連生女兒的心情是什麼 什麼 笑不出來 哭三天 然後抱怨 這是開心 有開心 這怎麼是女生 那差點把妳送人 對 很好 生小孩本來應該是喜悅的 結果妳媽媽生到笑不出來 我媽媽其實她的願望 是生一打足球隊 她的力... 她勵志就是要當一個 好太太好媳婦然後好媽媽 所以她第一胎生我的時候 她就很開心 然後第二胎又是妹妹的時候 她也是很開心 第三胎又是女兒的時候 她就有一點 笑不太出來了 但其實我媽媽總統是生六個 她第四胎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醫學不發達 所以小朋友生出來的時候 是期待繞緊 所以十天就過世 她就有一點嚇到 她就裝了避孕器 可是她心中還是一直就是很想要有一個 兒子 兒子 然後有一天我妹就跟我媽說 她在家裡的溜滑梯 我們家裡都會放那個 小朋友玩的溜滑梯嗎 她就說 媽媽 我在那邊看那個弟弟在溜滑梯 我媽以為是人家裡鬧鬼 這個真的很靈異耶 對 她以為在家裡鬧鬼 她就去拜拜 然後那個拜拜那師傅 就跟她講說 那個兒子要來找妳了 妳有沒有考慮再生一個 我媽是真的當天 去把避孕器拆掉 然後就照那個師傅講的 就是那幾天要做功課 她就生了我弟 我真的覺得妳爸很累耶 然後隨時就被告知提槍上陣 對 就是說這幾天這幾天 發生關係就 她爸爸身體很好耶 表示妳妹妹看到跟師傅講的有準 有一模一樣 妳爸平常都吃什麼 沒有 她說哈鬼有無 沒有 太厲害了 這是我們家2014年的全家福 這弟弟好小是不是 2014年 新年2022歲 沒有啦 弟弟就是站著的那個嘛 你看起來很小啊 弟弟是最右邊那個 但妹妹最小 沒成年的感覺 我是穿粉紅色那一個 那五熊你們家是大哭三天 因為我跟我妹差了13歲 然後其實我們家三個女生 都不是刻意要懷孕 然後就不小心懷的 我出生的時候因為不是男生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親戚來看我 對 因為我姐是長孫 所有人都來 外面連電交加 對 沒有 妳跟妳姐差幾歲 一歲半而已 對 然後我妹妹是真的差滿多歲的 那時候我記得國中 然後我媽肚子都好大 然後尖尖的 然後很多人都跟她講說 尖尖的就是生兒子 這一次吻了 對 然後她就也補身體啊 調身體啊 幹嘛幹嘛 然後那段時間 其實我看她整個的那個 臉色也很好 所以就想說應該就是弟弟吧 然後也沒有多想 結果生出來之後發現 還是女生的時候 她那時候就 她就很難過 她就一直哭 她說不是說肚子是尖的嗎 怎麼還是 然後對 因為一直哭 然後後來我就安慰她 然後因為我知道她有 生兒子的壓力 因為我 我爸爸跟我爺爺都是獨子 其實她都是姊妹 所以那時候我還借我 跑去跟我爸講禮 你不要再逼媽媽了 我們三個女兒有什麼不好 你知道 跟媽媽沒關係 是妳的問題 她就說讀書 學到說是妳那個Y 妳也把XY那個女兒跟她講 對 然後她就傻眼 然後她就 生氣了 又不理我 那是小妹對不對 穿紅裙的 對…那是小妹 她十幾歲喔 對 最右邊是我媽 然後我姐跟我 對 一定 最右邊不會是妳 妳在推手邊嘛對不對 對… 三姊妹 我媽還瘦的時候 我們的身高跟體重是一樣的 所以那 現在我妹長大了 她身高 體重也跟我們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 很多鞋子 衣服什麼 全部都互穿的 這是第三個 而且就是 以前就是 超音波有在照 但是沒有那麼的閒靜 穿我的時候 是我爺爺啊 就是帶我爸爸媽媽去廟裡面 他說我換花啊 幹嘛的 然後換回來 因為我們家是雜貨店 然後他去照超音波的時候 滿開心的說 有靈喔 因為照出來是男的 結果生出來是女的時候 我阿公這件事情 念到我出社會 還在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那時候媽媽去 照超音波以為是男的 結果說是女的 所以我爸那時候 我上高中的時候 他超想把我送去軍校 對 然後後來是還好是那個 我 叔叔生到一個兒子 我媽媽就不用再生了 是 對 不然我把我妹妹 解脫 對 他把他送到妹妹之後 還想再生 因為就是 家裡面說要傳中 就是要龐盪 不只以前 現在超音波也常常 前幾個月照的時候是男的 他們醫生講說 那個本來真的是男的 但是在發育過程 他 縮揚入腹了 然後 就這樣 變了 除外生育就決定了吧 這個時候還相信 好危險 跟我們的 幾個小孩 四姐妹 我們四個姐妹 都四個姐妹 對 家媽媽 這上面是大姐這樣 妳是最小的嗎 我姐姐好漂亮喔 妳是老三 所以妳妹妹差妳幾歲 妹妹是藍色 跟我差兩歲 兩歲 但帽子是二姐 宇文你們家是兩個 還好吧 她生我的時候 因為我也算就是長孫 所以也沒有很計較 就是關於男女的事 生到我妹妹的時候 我媽是開心的 但是爺爺奶奶就會對我妹妹 比較不滿意 因為她的 就是她是女神 比較傳統 然後我竟然為了 就是爺爺奶奶很 重男輕女這件事 我在我高中 因為我是我們家第一個 考上前三志願的孫子輩 好像中山女高的時候 那一個過年 然後發芽歲前的時候 我真的拜託 就是爺爺奶奶 今天晚上不用來找我 我真的很愛你們 但是那個過年 我就直接跟我爺爺說 跟我奶奶說 不准再給我堂弟 比較多的紅包跟鴨碎錢 因為我才是最棒的 不能分男女 我現在我高中 就敢這樣嗆爺爺奶奶 那他們怎麼回應 就是全部人就拉著我說 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了 然後我爺爺 那時候我已經中聽了 他應該沒聽懂我在講什麼 就是我爸爸在旁邊 打圓場說 就叫我小明明說 宇文啊你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了 不要惹爺爺生氣啊 他說你差多少錢 紅包 一倍啊... 對啊 比如說我是拿兩千 他就是四千之類 然後 這是我跟我妹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我們兩個的特長 不是 有看到嗎 很細 憶恩哥有看到嗎 有 有看到 這個是宜船爸爸 對 我們兩個都 都還滿像爸爸的 對 因為你不能 你不能因為你看過我媽 就這樣講 因為你媽 還好你像爸爸 像媽你玩耶 他看過我媽 我爸 當媽媽 這你爸 帥吧 對 爸爸沒有生兒子的壓力嗎 我說我後面 為什麼我會嗆爺奶 就是我後面晚一年 就生了一個躺帝 或許也就算了 你知道嗎 但是後來喔 幾十年來都只有這一個 就剩下都是堂姐妹 就只有這一個 我這個是 怎麼還是女生 因為我媽媽 十八歲生我大姐 十九歲生我二姐 四十歲才生我 那可以多久 所以妳跟妳大姐 二姐差二十歲喔 對 我跟大姐差二十二歲 跟二姐差二十一歲 小時候通面 大姐現在五十歲了 五十六啊 那妳跟妳大姐出門 人家一定會誤會是妳媽吧 因為沒有 現在是因為她 比較中性 所以看起來比較像小的時候 就是我都會 在我大概三四歲 我就會故意都叫我大姐 二姐叫媽媽 然後他們都其實都未婚 才大學生 就會很生氣 我就很調皮這樣 那我媽那時候會這樣生 但是因為我媽媽很早 就嫁給我爸爸 我媽跟我爸差十六歲 所以我媽媽生大姐的時候 爸爸已經三十多歲 妳爸生妳的時候六十幾 我爸生我的時候是 五十七歲 那身體 他怕身體更好 對 我爸現在九十幾歲 妳爸平常都吃什麼 妳現在是有多虛 我爸超常 因為我爸現在九十一歲 妳爸現在九十一歲 對 但是 他很厲害 他現在還很厲害 現在沒有很厲害 五十七歲生他 對 我三十四 可是我們全家 就我媽去年還在的時候 妳媽媽在 我媽去年做事的 然後前面是爸爸媽媽 爸爸這時候已經也是八十九 然後我姐姐 左邊是大姐五十 那妳有兩個這麼年紀差 妳這麼多的姐姐 生活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我是有三個媽媽 因為他們兩個都沒有結婚生小孩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把我當成 限制一樣一樣 都沒有 她真的三個媽媽 所以妳問妳現在結婚生小孩 那個都不用擔心 沒有人幫妳帶 他們都已經講好了 就是他們兩個會負責 好棒喔 因為我已經是當他們的小孩在養 我的小孩就當他們的孫子在養 這樣很棒耶 而且因為我媽生我的時候 原因是到四十歲的時候 她準備退休 就覺得很想念嬰孩的感覺 就再生一個 而且為了我爺爺想拼一個孫子 然後就生到我的時候 然後那個 可是我出生之後 我的叔叔們就有生堂地 有兩個堂地 我就跟我媽說 還好妳沒有再生 因為我就可以叫招地 叫營地就好 對 後面就有啦 那個Yuna Yuna 她的眼包我送人 妳是第幾個 我是我們家排行第三 對 媽媽在懷我之前 有去做那個精蟲分離術 然後醫生說我保證生男的 結果生出來還是女的 那那個分離是出了什麼狀況 那你們以前 以前的醫學可能 真的沒有現在厲害 假分離 假分離 所以你們家這個是 四個女生 這是我們家的第一個 寫真沙龍罩 那為什麼妳要送走 因為我是第三個 然後又是女生嘛 那突然就很多親戚跟鄰居 跑到我們家去 她就看著我爸媽 看著我阿嬤說 要不你們第三個還是女生 送我養好了 你們家都生不出來 缺小孩 對 反正你們想要男生嘛 你們繼續生 對 所以就差點被送走 後來媽媽捨不得 媽媽覺得生了就要負責任 我有一次去算鐵板神算 因為鐵板神算算六七 是非常準的 她說來 妳哥哥 妳有幾個兄弟姐妹這樣子 然後我說我哥數兔這樣子 然後我數什麼 然後我妹妹數什麼這樣 她就一算她說 不對啊 妳哥哥 妳還有一個哥哥數虎 不對 妳有兩個哥哥 我說我就有一個哥哥 我從小就是一個哥哥 我哪來兩個哥哥呢 她說妳有個哥哥數虎 妳回去問妳媽 我說哪有人這樣問媽媽的 我哥就是第一個孩子 對 然後我就只好說 回家問老太太 我說媽 她說我還有一個哥哥數虎 有這個事嗎 她說 妳媽就一斤這樣子 沒有 我媽說 對啊 那一當中我的股很太小啊 難纏啊 真的有啊 就是生我哥哥的前一年嘛 就是兔跟虎嘛 她就是那個就是難纏 沒有生出來 才知道我還有一個哥哥 這好神奇喔 對啊 那個鐵板很準 鐵板我算什麼 我不知道 她算妳有幾個哥哥 幾個兄弟姐妹 妳是不是妳媽生的 很準 不要去 真的不要去問 我知道我媽媽有那個小孩 就是我上面還有 也是算命算出來的 我很早出來養家嘛 我就覺得我一直很辛苦 然後心裡一直不平衡 我去算的時候 她就告訴我說 我心裡不平衡 是因為其實我不是長女 喔 妳不用承擔 我上面是有兄弟姐妹 我們這集要不要改成那個 對 妳如果知道妳有沒有 鐵板不能讓男朋友認識耶 為什麼 那男朋友去上鐵板 那算妳直接什麼 我跟我女朋友如果結婚 會有幾個小孩 那 她有小孩啦 妳太可怕了 妳怎麼這樣講 那邊靈異節目 那有個朋友她到57歲的時候 她只是陪朋友去看身體 妳知道嗎 結果那個人是幫朋友看身體的 然後那個人就坐下來看她講說 妳爸在找妳妳知道嗎 好恐怖喔 對啊 她說妳親孫父親在找她 她說妳講妳爸爸了 我從來就只有一個爸爸這樣子 她說沒有 真的 不是 結果我才發現 她是羊母 這可以問嗎 才發現她媽媽因為生了她 然後她三歲的時候 嫁給她後來的 嫁給她以為的爸爸 然後那個媽媽跟爸爸 繼父又生了這個兒子 可是她從來不知道 因為從來沒有講 她打電話回家問媽媽媽 就 然後結果第二天打來 我常說沒有 妳弟弟在旁邊 我跟妳說是 她覺得不可能 她說妳去查戶口名簿 她真的回去家鄉的 戶政事務所去看 她真的被收養 然後她前面那個叫 戏入得清清楚楚 所以戶政事務所 也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她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對啊 講到這邊就好 前面湊在一起 最後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一起逛街店裡走不了 B 有人家男朋友一起平頭亂竹 請選擇 那B請舉牌 這三個都A 都是走不了 OK 來 子萱 比較長的就是一起逛街 在店裡走不了 然後帶頭的者是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以前年輕的時候 她很喜歡逛一家店 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叫做銀碎 有 我知道 以前算貴的吧 對啊 念那個國中國小 不是有兩天是半天嗎 她就會趁那個時間 把所有的女兒全部都帶去銀碎 然後叫我們關在 那個裡面的休息室 那休息室很高級 我們就在裡面寫功課 然後她就在外面逛衣服 我媽是很誇張的那種 一件衣服的款式 她可以所有顏色都買下來 妳家飯有錢喔 也沒有啦 OK 我可能也是逛街會逛到飯調 因為之前可能有一些什麼 特價或週年輕一些活動 然後媽媽可能就是想說買鞋 帶三個女兒一起出去幫她挑 然後看 然後坐下來開始 穿穿穿穿完 然後就去聊天 然後後來媽媽好問 買了之後 我媽就說不然那妳也挑一雙 然後看不錯 大家一起幫她看完 那妳也再買一雙 然後那換妳買一雙 然後買到那個店員 都真的是買咖啡來給我 真的 我們就這樣在那邊聊 一整個下午 然後之後就開開心的走路 我好羨慕妳喔 母女可以一起逛街 對 因為 對 可是這 哪有 要看狀況吧 對 要看狀況 等一下是有錢的媽媽 宇文的媽媽 妳看她會不會付錢 宇文會嗎 宇文妳選什麼 我會選B耶 其實這也是算我不對 因為我可能我妹妹有一個 就是我妹妹有一個 如花似玉的姐姐 她可能會覺得有點 但是我 她進國中的時候 壓力真的無敵大 為什麼 因為我國三是風雲人物 因為到了國三 老師都很現實 功課好 又長得漂亮 就很吃香 所以她進來的時候 就是妳本人了嘛 就我本人 威力好 威力好 何宇文 然後老師會一直跟他說 你要跟姐姐看齊 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 我又有一個男朋友 是籃球隊的隊長 我簡直就是 冠男高手裡面那個精靈 完全人生勝利組 對 我人生的高峰 妳也是在說重點嗎 重點就是我女兒 不是我女兒 我妹妹 我妹妹 國妹妹就愛上了 一個籃球隊的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跟我很好 但是他不是我的男朋友那一個 然後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 是因為有一天我偷看他的日記 你幹嘛偷看他的日記 就討論這種姐姐了 他被偷看就很煩 我幫他整理書桌也不行 你就不要翻開 整理歸整理 然後我就看他說 姊姊很漂亮 大家都喜歡他 然後他就說 我喜歡了XXX 可是我知道他跟姊姊也很好 會不會其實XXX也喜歡他 畢竟姊姊是籃球隊的 就是大家喜歡的對象 後來我就是把這個男生 就讓給我妹妹 對 對 那本來就不是你要的啊 你要的是隊長啊 這兩個男的是好兄弟 所以我跟她們都 妳本來是希望對理想 就是說這兩個好兄弟 都是妳一個 理想 對 然後 那妳割愛一個給妳 對 如果是我同學 那我就不會這樣 後來他們有在一起嗎 沒有啊 妳有看過我妹 後來變什麼樣子嗎 真不行 妳怎麼可以這樣 妳不就是要引導我講這個答案嗎 我是誰啊 這姐姐大二十歲 應該會管妳交男朋友吧 對啊 小的時候 我都是偷看他們手機的 就是我都想這樣 妳可以偷看人家手機 我真的太有我沒預計喔 我偷看手機 我又不會撩杯啊 妳看妹妹的 妳就會撩杯啊給媽 那妳看他們手機要幹嘛 我沒有撩杯啊 我是看手機要幹嘛 我想知道他的那個感情關係 就是到底 他帶回來那個哥哥 是不是另一半 然後或者是 他們最近很久都沒有帶人回來 是不是最近沒有對象 然後有沒有人在追他 我會幫我媽看 我小學的時候 OK 然後再偷偷告訴我們 妳也是夠八卦 可是我交男朋友 他們就要一起檢視啊 所以我都比較麻煩 我有三個人要管 我爸在家裡 那等於三堂會神 對 因為從我姐開始 就是我大姐二姐會先 第一關偷偷約他 然後我媽再去第二關 我媽有時候還會找別人來幫忙 最後再是全家一起這樣 OK 層層把關 然後裴詠俊 我媽其實以前是非常喜歡追劇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還小 然後她就喜歡裴詠俊 然後我媽一天到來那時候 裴詠俊有多帥這樣怎樣怎樣 然後那時候我們真的 小孩都會被影響那個審美觀 我們就會覺得裴詠俊這樣 才是帥哥 要戴著眼鏡絲紋才是帥哥 所以有一段時間 微微巾 夏天也微成那樣 對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們真的都會對於那樣子的男生 是會去喜歡的 後來我就清醒了 後來我就覺得 那不是我喜歡的型 那媽媽現在還喜歡裴詠俊 沒有了 還是她喜歡台灣孔流 選A還是選B的人不正常 姐妹湊在一起最有可能發生 A 一起逛街 在店裡走不了 B 有人交男友一起品投論組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於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我覺得兩姐妹 尤其是親姐妹會做的事情 你問我就好啦 我們家有兩個親姐妹 每次帶她們去逛街的時候 只要看到那個玩具燈 好像那個腳下喔 那個好像裝了石頭一樣 怎麼移都移不走 然後眼睛瞳孔這樣放大的 直式的咖 衣服就是我要買 我要買 媽媽給我買 所以我覺得兩姐妹應該是選A 這題的答案我選的是A 就是可能幾個姐妹一起去逛街啊 然後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眼光 其實會不一樣 那A可能喜歡這件衣服 拿去試穿 可是她試穿出來以後 B可能覺得不好看 叫她去換別的顏色 或者是換別的款式 那B也同樣的道理 她也會喜歡可能去試穿嘛 那一來一往 大家可能就會互相幫忙看啊 覺得適不適合 要不要換顏色之類的 那這樣就會拖非常多的時間 可能本來說 還有出去一個小時 結果就變成兩三個小時了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4%的KOL投給B 有人交男友一起品投論足 而有76%的KOL 投票給了A一起逛街 在店裡走不了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選B的比較少 不正常 OK 不過其實家裡都是女兒國 也有好處啦 請問一下 全家都是女生的時候 最舒爽的事情是 A 可以脫光光走來走去 B 洗澡 洗澡 上廁所 都可以不關 都跟穿衣服有關 A或B 來 請選擇 好 這種哪個樣 對 戴亞選擇的是可以脫光光走來走去 全家都是女生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脫光光 是可以不用穿內衣 對 對 我穿內衣的內衣 然後穿內褲一個T恤就好了 對 而且家裡積凸也是正常的 你根本不用穿胸罩 對 我一直覺得我 我好想去妳家 我一直都覺得 在一個女兒家 女兒國裡面的爸爸 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小時候記得 一開始就有一點 開始發育的時候 就有點糾結 到底要不要穿內衣 然後是要穿得完整在家 因為家裡有爸爸 那我那個成長的時候 我爸也還算六十多歲 也還算年輕 可是我發現 我姐在家的時候 都不穿內衣 然後他們每一件那個 T恤 他們每一件T恤 比一件薄的 就是 怎麼可以 越穿越透 越洗越薄 然後呢 薄到就是 你感覺 太薄了吧 因為真的越來越薄 越穿越薄 然後我每次 對 四巾越穿越洗到透 因為漢三個人就不會換的 那種 越洗越透 然後我就每次這樣看他們 看他們覺得 嗯 我也不用穿 然後再來呢 我媽媽洗澡也不關門的 然後我爸爸以前 偶爾會關門 但是他 因為他關門的時候呢 我都會拿鑰匙 就拿那個十塊錢 大家有時候 門很好開嘛 我打開進去說 爸 我要上廁所 然後我爸還在泡澡 他就會拿毛巾 把自己遮起來 就他比較不好意思 對 他會不好意思 然後是有時候 他家裡走一走去 對 那妳爸怎麼辦 我爸就是 後來就沒差了 疫情期間的時候 就剛開始三級的時候 我跟我媽 就那時候就剩我跟我媽 一起住跟我爸 然後我就 我們就講好說 疫情出門回家 就是要在門口脫光 對 然後我跟我爸媽三個人 到家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開始全脫光 然後把衣服 拿到那個洗衣間去要洗 然後我爸就一個人坐在那裡 我說 然後脫掉 然後我爸就 脫到剩內衣內褲之後 這樣可以嗎 拿出他 最後一道防線 對 最後一道防線 然後因為我們家 就有照顧爸爸的那個費用 然後我爸就被 脫著剩內衣內褲 然後浮進房間 我跟我媽就赤裸裸的 走去洗澡 而且他們是說 第二個不是說 那個洗澡要關門嗎 因為我們家 從來沒關過門 因為不需要關 然後我去男朋友家的時候 發現他們怎麼都關門 然後鎖起來 然後好像不太好開 我就問他說 你們都要鎖門的嗎 他說不然呢 我說我們家都不關門 我們家不關門這件事 我覺得本來不就這樣嗎 而且還覺得說 為什麼要坐門呢 所以就這樣覺得 那我坐門呢 但我們的門也有一點點玻璃的 那種透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一直很納悶這件事 也是長大才知道 別人家門真的要關 然後以前是 我們都喜歡一起洗澡 就是家裡女生都會一起洗 然後聊天 然後我記得之前是 我媽去洗澡 然後可能我們就會想說 我進去上廁所 我姐就進來刷牙 我妹就進來聊天 妳們好忙喔 然後所有的人 就聚集在廁所 不肯走陪她洗澡 貨幅還要很大 不肯塞腿線 沒有 廁所也沒有很大 然後後來我媽就會講說 到底為什麼你們全部都要擠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不知道就覺得 特別溫暖 就大家在一起 特別舒服 對 就可以比較有距離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喜歡這樣進來進去 到現在其實也還是會 那芽芽呢 一樣 而且就是覺得門關起來 會有一種不完全感 就是一定要露個縫 然後而且也會覺得 比較通風不會那麼臭 對 就是各種 就是各種不想關門 然後我爸就會很無謂 然後走路會想 你可以關一下嗎 像有男生在 對 對 就是 就不關門真的很舒服 但是其實我家裡 其實也有像 一樣沒有穿 但是我姊姊是直接穿 吊嘎 就也不管 是有時候 我阿公來的時候 你這樣太明顯 阿公來了 對 這很明顯 我阿公煩太頓張 真的 那個會搞死阿公 我是為了提訪 因為我女兒很愛惡作劇 所以我一定要鎖門 不鎖門 那很恐怖 她突然 爸爸 對 這樣很可愛 滿可愛的 然後我鎖門 不能讓她發現 因為有時候 媽媽 爸爸鎖門了 為什麼 有可能雅雅以為 你在裡面打話給誰 沒有 她就是不能讓我鎖門 因為這樣她不能惡作劇 所以我跟賊一樣 你知道嗎 我進玉智的門 然後我要用很小聲 慢慢轉 之前呢 我是很喜歡 在家裡拖光光走來走去 因為我也不喜歡 穿內衣內褲 就是one piece一件 弟弟看到怎麼辦 弟弟通常我 如果我們都在家 他就一個人關在房間裡面 就不管外面有多吵 他就是打他的電腦 一個孤島 對 就怎麼樣都死不出來這樣 除非我們叫他吃飯 你該出來 不然他就會關在房間 他會覺得你們講的 我都聽不懂 可是你們穿那麼少 讓他出來 很甘甲 頭低低的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選A還是選B的人 不正常 當家裡都只有女人 最舒爽的是可以 A 拖光光走來走去 B 洗澡上廁所不關門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洗澡上廁所不關門 才是一件很Chill的事情啊 家裡只有媽媽跟我兩個人 所以我每次上課 我都會逼他在門口陪我抬槓 開門是一件讓空氣流通的事情 又是可以讓身心舒爽和樂不韋 第一題答案我選擇的是B 因為家裡當然是只有女生的狀態下 是最舒服的啊 像我自己本人就是很常 只穿著一件背心跟一條內褲 在我的房間 有一次偏偏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就遇到我們家廁所的喇叭所壞掉了 殊不知我弟 一個開門整個時間都凍結了 你們知道那有多可怕嗎 除了視覺的衝擊外 我真的是覺得謝謝啊 永遠不要再聯絡了 雖然你是我的弟弟 再見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4%的KOL投給A 拖光光走來走去 而有66%的KOL投票給了B 洗澡上廁所不關門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所以選A的不正常 好 那接下來問一下 既然姐妹感情那麼好 可是有沒有什麼行為 是你最討厭姐妹做出來的 OK A 偷看你的衣服還不洗 又偷抱回去 B 占用浴室超久 衛生習慣又差 來 請舉牌 好 這邊全部都是B 來 宇文 我們家 是上次有在你們節目有講說 我洗澡很快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不用用很多沐浴乳 洗澡只要洗重點呼吸 剩下沖一沖就好 但是我妹妹真的 你叫什麼 真的啦 都不用很乾淨是不是 用水沖很乾淨 真的 這個理論是得到 國際醫學認證的 就不要用太多化學的東西洗 我妹妹就是那種從上 從頭到尾都要洗那種沐浴乳 就是要洗得很細緻的 所以她洗澡的時間就很久 這我就覺得受不了 因為我也是跟姐姐們的那個 衛生習慣不太一樣 因為我姐她們洗澡喜歡站著 我跟我媽媽一樣喜歡蹲著 就是因為我們家是以前 老家是那種浴缸在裡面 沒有乾濕分離 所以如果站著洗的話 就凹槽什麼都會濕 那我媽就是一個很有潔癖的人 所以她就跟我說 其實你也可以適合蹲著洗 因為這樣洗的時候 就不會外面全部都濕的 蹲著不好洗 蹲著怎麼洗 就這樣洗頭 然後這樣洗 然後站起來擦完 再蹲著沖乾淨 就是盡量不要讓整個浴室都濕 那你小時候養成習慣 我長大 除非是乾濕分離的我會站著 浴缸我就習慣蹲著洗這樣 然後我姐她們就是因為 年紀比較大 可能也沒有聽我媽勸 就很習慣這樣把那個 就蓮蓬頭擦得很高 然後洗之後都濕濕的 那我們家有一個家規 就是最後洗完的人 要全部清乾淨 所以當如果我是 最後一個洗的時候 她的草草是濕的 地板是濕的 我要擦超麻煩的 因為我洗完就給我媽清 最後一個才要清 對 最後一個才要清 然後把它再擦乾 那Yuna呢 我選V 那個 妳知道家裡四個女生 那浴室真的很可怕 我們大概浴室很小 然後四個女生都有自己喜歡的 墨浴爐品牌 頭髮的品牌 她不是整個都排滿 對 很可怕 然後我二姐姐每次洗澡 都要洗一個半小時以上 然後上廁所都沒有辦法 然後如果遇到賀宇文 會被賀宇文打死 真的 我不能接受 妳有沒有給她看一下 那個國際醫學期刊 不要洗太久 對啊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她可以洗那麼久 然後我們要上廁所 我們要猛敲門 她都不開門 我們就拿那個一樣硬幣有沒有 以前那一字的那個去把門撬開 然後衝進去就直接門打開 就直接大蠟的褲子脫了 就上廁所 對 二姐就會整個尖叫 說妳幹嘛 都不尊重人的 我也是選V 因為我是那個洗澡跟當兵一樣 如果不洗頭 我大概三四分鐘就洗好了 我覺得 這麼快 跟我一樣對不對 對啊妳會覺得 進去超過十分鐘的人很奇怪 就是重點會洗 就是差不多這樣抹一抹衝掉就好了 對啊 然後洗頭大概就十分鐘 但是因為我妹或是我媽都是半小時以上 然後我們家除了四個女兒 加上我媽五個女生 然後爺爺奶奶弟弟爸爸 所以其實我們家 從放學就開始排隊洗澡 就是我們家是有固定的洗澡時間 四點半 五點 六點 七點 八點 然後我是排八點的那一個 所以如果我比較早下課或下班 我就乾脆不回家 因為我知道 家裡的浴室永遠都是滿的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洗澡 然後也沒有地方可以上廁所 對 上廁所怎麼辦 如果很急 所以我們家有一個 就是一定要的那個洗澡SOP 就是一定要站在浴室門口說 我要洗澡的誰要尿尿 然後才可以進浴室 好特別喔 因為沒有講的話 阿公阿嬤會罵 五熊全的是 偷穿衣服 不洗又偷放回去 對 好生趣 因為我說我們那個體重身高一樣 邪號又一樣 所以有時候會互穿 我明天要穿的衣服 我以前是我已經想好 明天要穿什麼 也大概知道放哪兒就好了 她會跟妳想到一樣的 對 然後呢就完蛋了 因為可能隔一天我就發現 不見了 怎麼不見了 然後我就會問我姐 然後她可能出門還是怎樣 說我穿走了 好幾次都發現一模一樣的事 我就會很痛苦 我姐很愛拿我的白色衣服 然後她嘴巴有洞 她每天吃東西 她一定會滴一張我的白色衣服 滴到那個衣服上面 可能我也講過她幾次 我說妳不要拿我白色衣服 然後妳這樣弄髒我這樣很麻煩 因為變成是她不會告訴我 然後我最後發現了也洗不掉 我就只好拿去回收掉了 然後後來她就更覺得 她是已經開始變成她偷穿了 她不洗 然後弄髒了 她裝沒這件事 她把嘴巴放回去 就變成是我穿了 我不會發現 才知道說這邊有髒 我一開始不會發現 有的時候是不會發現的 可是可能出去之後 就突然一個瞬間看到我就會 怎麼又髒了 然後我問她 她就會跟我說 對啊 是我 然後我就會很氣 然後她還是不清 所以現在變成是 因為我不想一直為這件事 跟她吵架 所以我出門呢 我都會帶一個去字筆 然後她如果今天穿我的衣服 我就會注意她怎麼吃東西 只要一滴 我就會感到 這個很好用 這個很好用 我就幫她去字 那因為我們後來有一段時間 可能都有拍戲 有工作 然後可能是不同的戲 反正我記得有一次她 把我的一雙靴子 拿去定妝 她沒有跟我講 然後那雙靴子就被選中了 而且一定要用那雙靴子 可是剛好 那會擺在劇組這個 對 我傻眼 因為我也要用那雙靴子 去定別的妝 剛好 就沒了 然後那一次我就爆炸 我就想說不行 然後鞋子立刻 馬上還給我的 要用到的 後來就真的 劇組的人就把那雙鞋子 送來我這裡給我 然後我那一次工作 我就用了 然後我就說 你沒有經我同意 我不借 後來是劇組的服裝 來拜託我 她說我們沒有辦法 找別裝的 妳可不可以要聯繫 妳這雙鞋子 就讓我們用好不好 那都這樣求我 我想說好吧 然後從此 我就再也沒看過那雙鞋子 有些姊妹真的很好笑 就明明覺得妳偷穿了 她說我沒有 可是妳 妳穿她的衣服 妳還敢到外面拍照 還上船 上船 我以前偷穿我姊姊的衣服的時候 她都不會發現 然後妳講說明明妳穿我的 沒有沒有沒有 妳看錯妳看 如果是打卡被抓到 好 那到底選A還是選B的人 不正常 最討厭姊妹做出哪種行為 A 偷穿妳的衣服 還不洗又偷放不去 B 佔用浴室超久 衛生習慣又差 洪來婷婷 QOL是怎麼說的 我覺得是B 我早上起來想要上廁所的時候 你看如果在廁所裡面很久 然後又不知道在做什麼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天啊 我真的快要上出來 妳到底不要出來換我 然後結果敲了之後發現 她在裡面化妝 好 沒關係 那她就先出來 但是我進去之後發現 整個地上都濕的 我就會覺得 心情超差 我覺得會選B 喔 拜託姐姐妹妹們 我們都是女生 我理解大家洗澡需要洗很久 可能需要這邊搓搓 那邊搓搓這裡的毛毛包包 那裡的毛毛要整理 我都非常的理解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用廁所 在用很久 衛生習慣還不好 不把自己的卸妝棉丟到 或者是卸完的腳尖把就整排 然後它就是貼在那個 貼在那個洗手槽上面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42%的KOL投給A 偷穿妳的衣服 還不洗又偷放回去 而有58%的KOL 投票給了B 佔用浴室超久 衛生習慣又差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比較少的KOL都選A了 所以選A的請噴 OK 好 接下來問題 我問你們 姐妹遇到哪種狀況的時候 最會耍心機 互推 OK 互推脫啦 好不好 A 爸媽交代事情的時候 B 做壞事被抓包的時候 A還是B 來 請選擇 選B 做壞事被抓包 會互相推脫 我小的時候就是那個 一直當掉北亞的人 妳會去跟爸媽告狀說 姐姐怎樣 對 因為他們都不理我 我覺得是我一直內心不平衡 然後我一直要跟在他們後面 他們都會把我關在門外 還常常會 那個因為我跟在後面 然後手去抓那個門 他們一關 就會把我手指夾到雨血園 因為他們不想跟我玩 然後小的時候我就會發現 我媽媽的麻將桌裡面 有藏了菸 然後我就很好奇 那是誰的 那想一定是大姐就是二姐的 不會是我的媽 我就先在二姐面前晃一晃 二姐說你不要拿那個丸 你大姐的東西 大塊 因為我心裡盤撞 我覺得大姐比較有機會 然後我就再拿那一包 去我媽面前晃一晃 然後就會說有玩具 然後我媽就拿過來 是什麼 好像是大姐的 然後我姐就被拔 或是偷看他們手機 就說最近大姐有人追 最近二姐的那個男朋友說 幾點要到樓下接她這樣 真的有人說 自己拿了一個小間諜 真的是嗎 對 我選的是B 然後我小時候 算是比較頑皮的那一個 因為自從媽媽生了老二之後 我就覺得 我的愛被搶走了 所以我就一直很針對二妹妹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印象很深刻 是我二妹就是在睡午覺 那個時候我大概快上小學 我就這樣看著她 妳真的很好 我就把她整頭拉掉 拉掉之後 那個二妹就滾下床 就開始大哭 然後我媽就進來說 怎麼會滾下床 我就指著我三妹說 可是我三妹那時候才兩歲 然後她什麼都不會 那是她過的 她拉的 然後那一陣子 我真的是滿調皮的 只要玻璃打破 就都是三妹做的 所以妳知道為什麼 很多家庭最後還是要裝監視器 就是要防犯相機這種 就是要防犯相機這種 對 有可能 OK 我也是B 我剛剛不是講嗎 我跟我妹到青春期間 是水火不容 就是她一天到晚都在背後 就是當料杯 然後舉例來講 那時候 就我以前功課還不錯 但是呢 其實那時候 我也青春期 就是會交男朋友 我每次跟我媽說 我去圖書館 然後 我妹妹不是硬要跟去 就是會直接跟我媽說 姐姐不是去圖書館喔 她是要跟一個男的約會喔 有一個男生會跟她一起去喔 妳不帶我去的話 我就要告訴媽媽 就什麼各式各樣 就是各式各樣的事情 就是要把我拖下睡 我那個時代是沒有手機的 我們那時候只有家用電話 喜歡你的男生都要打到家裡 然後打到家裡的時候 我媽接到是一種慘狀 因為一定會很兇嘛 但如果我妹接到的時候 那個男生都會竊息一下 想說這是她的妹妹 先聊聊天啊什麼的 我告訴妳 我妹都一定會跟那個 喜歡我的男生講說 我姊在家很髒耶 妳知道她在幹什麼嗎 這什麼意思 她就把那個男的趕走耶 她這樣破壞妳的人設 對 然後她就說 其實我比我姊還漂亮喔 我比我姊還漂亮喔 我比我姊還漂亮喔 真的 那烏熊呢 妳也是選B 對 我說我爸他以前是台商嘛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 很喜歡在那邊買一些古董回來 我爸因為他不常回來 所以我那時候 跟我姊在玩的時候 我們兩個很皮 媽媽也不在家 我們就在玩丟球 然後反正就打破了 打破了一個 打破了一個 像說完蛋了完蛋了 趕快把它黏回去 然後我們就想辦法 然後把它黏黏黏黏黏黏黏 然後放 然後不要碰不要碰 因為其實那些東西 你平常放在家裡 也不會有人去碰 所以我覺得 這絕對不會被發現 果然媽媽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可是有一天她發現 然後她講說 這是誰弄的 怎麼會這樣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姊姊弄的 然後姊姊就說 沒有 她也弄的 因為我們一起玩的 然後我媽就覺得 一定是我們一起的 然後我就開始跟她講說 不 我跟你講 是我們一起玩沒錯 可是在那一刻 那個球丟到那裡的時候 睡覺的是她 是她的 那一刻 然後後來呢 我媽就把我們罵了一對 她就很生氣 然後最後我媽講說 她罵完 她就講說 我告訴你啊 所以我們就一起 所以你們所有人 聯合起來 騙你爸爸 沒有回來 所以你爸至今都沒有發現 應該沒有 我可能後來搬家 然後就這樣 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Yuna 爸媽交代的事情 會推脫 我們家以前都會 安排好 早上的時候 大家要做什麼家事 我們有 因為女生特別多 內衣 內褲什麼 加起來 那衣服量這很可怕 所以大家就會搶著 想要去拔衣服這件事情 那拔衣服一定是 在量衣服之前 就是把衣服拿下來 收衣服 收衣服 因為拔起來有夾體 只要把它拔起來 就要拔起來 對 然後我們就會偷偷地 搶看誰第一個 我們就會偷偷設好鬧鐘 提早起來 去把衣服拔完之後 回到床上 假裝沒事睡覺 那下一個人去看 江太這麼空了 他就一定勢必地晾衣服 可是你拔衣服的那個 不用折衣服嗎 不用 送到各自房間 各自自己走 那你選A還是選B的人 不正常 姐妹遇到哪種狀況 最會耍心機互推脫 A 爸媽交代事情時 B 做壞事被抓包時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題我選B 我覺得做錯事被抓到時 最容易互相推脫 就像我姐 每次做錯事都推給我 我記得有一次 我姐很想去遊樂園玩 之後就瞞著我媽 然後拉著我陪她去 後來被我媽發現時 我姐就推給我說 是我一直吵著要去 所以她才帶我去 如果我媽真的相信我姐的話 她有被賣 對 我會選B 做壞事被抓包時 小時候很常闖禍 然後直接嫁禍給我妹 只是 越來越大後 她開始會反駁了 由於是 我是我們家 就是最大的孩子 然後通常最大的孩子闖禍 都是會被加倍伺候的 所以真的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去拐騙我妹 然後引導她幫我背一下黑鍋 這樣子 所以真的就是 要藉由這一次的機會 跟我妹說 就是妹 對不起啦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0%的KOL投給A 爸媽交代事情時 而有80%的KOL 投票給了B 做壞事被抓包時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選A 爸媽交代事情時 不正常噴 OK 好啦 其實有姐妹呢 也有姐妹的好處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過程的相處呢 其實也有一些難處 對不對 就記住好處好不好 把難處縮小一點 好不好 OK 那想想看 自己也有對不起人家的時候 已經沒那麼難過了 對 現在都長大了啦 以前的事情現在想起來 都好玩 好玩 滿好笑的 OK 好 謝謝大家